在加沙城以西 一处由学校改成的避难所里 七岁的莫娜 虚弱地躺在房间一角 身体的疼痛和长时间的饥饿 令她无力和总台报道员交流太多 本月18号 莫娜位于加沙城东部的家 遭到乙军轰炸 她和家人被迫来到这里避难 而且因为这些事 她和她们一起来 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是 因为她是病毒的 在沙城的医院 这些图片 准备了这些图片 因为她们的图片 在食物和食物 在沙城的区域 目前莫娜还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这处避难所 目前收容了大约200名流离失所者 因为不具备隔离条件 肝炎病毒正在这里持续蔓延 此外 加沙地带卫生部发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卫生条件恶劣 当地目前已登记超30万例 急性呼吸道感染 和超20万例急性腹泻病例 其中一半以上是5岁以下的儿童 除了病毒的传播 莫娜一家 以及这处避难所中的流离失所者 还面临着食物的严重短缺 莫娜的父亲 一大早便出门寻找食物 对于学院里面的房间 也不可控制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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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怕 因为我们产生的食物 那就是食物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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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吃了 没有吃饭 我和 Cheese 我体位 我体位 这是 我身体 我和吃饭 我最后一 conflicts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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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